您好 感谢您购买吉祥房的论命软体 我现在要来介绍 三眼悬空派洋载学的一个软体的使用说明 当然谢谢您购买本软体 如果您要查看看 悬空1到9运243每一个运 像说我们要看一下8运 它的一个布局的状况 它的所谓的三项的一个解说 你可以从这里开始 它很明了的都会把每一个运 总共有243它的布局图 通通在这里显现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也可以 这个软体也提供8字 命盘 还有指挥命盘 还有一些功能的选项 让你都可以慢慢的去了解一下 接下来您如果购买专业版记得要去改您的管号抬头 还有这个广告词 改完以后就存档 以后所运出去的每一页的资料 只要有广告的部分都会是您所留的一些文案 封面列印也需要去改一改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来介绍一下三元玄空洋载派 这个学理 好 一样 首先就是要输入您的坐项 你是做什么的像什么的 一样都把它输入以后 接下来 新增成员这些资料 那因为我们要为了简便的关系 我们把以前论过的一个案例把它调出来 当你以前有输入过的你要记得 你一定要做存档 未来你还要再去找这一间的资料的时候 这一副的资料的时候 你才不会重新又要去量一次 你就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好 那我就用论过的 比如说我有跟这个黄恒玉这个人论过了 好 论过以后 好 这里 取回本笔资料 他这里的基本资料都有了 还有角度也都出来了 那 屋形也都选好了 好 那三元仙空总共有论断好几项的一个功能 像说 以我们房子的角度来讲 他的 他的项运 目前的吉凶如何 还有各方位 这个家里面的八大方位 他 到底 每个方位所会产生的 一个吉凶现象 以及 如何 布局 能够取得最好的一个 一个最佳状况 就是 也有这个论断 再来 悬空 三元仙空所论断的就是像跟星的一个组合 那他们两个星 不同的星星组合以后会产生的一个 现象都是在这里 还有罗层的关系 好 当你这个都想要论的时候 都打勾 不想论的你就把它打插 把勾勾拿掉 我们就按执行 好 现在是八运 我们就按八运 电脑就会自动去跑 然后我们 就可以采用三种方式来得知这个 羊仔子吉凶状况 可以直接 等一下资料出来以后可以直接列印 然后也可以直接 存成沃德档 也可以存成沃德档 也可以存成沃德档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 这些选项我们可以一一的上去 直接看一下 他三年玄空所论断的就是 现在所走运的状况 有没有走运 接下来 玄空屋仔各方位 布局 什么方需要 会有什么现象 要怎么样来安排 再来 各个九星的状况 像这个五三三一所产生的 会有什么样现象好的方向好的现象跟坏的现象 再来各楼层 你是什么样的年次出生的住在哪一楼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可以搭配你以后要买房子的一个参考 还有会发凶的一个肩像 如果您是有做双 做双三 或者是在旗线 或者肩线之后方方向之中 那还有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再来 目前八运 拿几个工位 要特别注意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或比较不好的状况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化解 这里也有解释 还有悬空洋载的催旺财运方法就是要开对门 开我们这一次八大运的门 以及未来气的门 开完以后还要制造一个水局 接下来我们用64挂的一个方式来诊断我们大门的吉凶 它可以测量出很多的一个现象出来 接下来卧室 每一个卧室就是一个小太极 当然卧室的开门也会影响到住在这个卧室里面成员的一个心态 那我们这里也有分析出来 再来卧室 卧室 阳载卧室 所放的位置也会影响到一家的健康 这个也是可以当各位的参考 还有寻空所着重的就是灵神正神吹彩吹官的方法 那能不能得到好的旺气 那就可以靠水路来完成 这都有很明显的 列在这里给各位做参考 接下来我们要买房子卖房子 一辈子难得有几次买房子的机会 当然我们在以三眼玄空的央室理论里面 在八运里面有哪一些坐向的房子是最好的 次好的 这一个我们都有详细的用电脑把它跑出来 可以让各位在购物的时候做一个参考 接下来如果您要列印就直接按列印 如果不列印 你要存成Word档或PDF档都可以 你就可以在这里按一个存成Word或PDF的一个档案 然后它就让你选择你要PDF就这是这个 如果要Word就按Word 然后OK 存到桌面叫做 这个存档 好那我们离开 就到Word这个去找这个我们刚存成的一个Word档 你就可以直接看要E-mail给谁 他在家里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好那如果当然有不明了的地方 可以随时来电 好那个我这一套我就介绍到此 好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